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近日在報章 在傳媒的報導 就是說那個麻疹大肆肆虐 每一天都有新症的增加 昨天還有4宗的麻疹增加了 還有一些病患者 已經打了兩次的麻疹針都中招 還有在香港周邊的國家 例如日本、台灣、菲律賓等 都很嚴重的病患者都很多 所以令到香港現在好像 人們都很擔心 還有當局也說 接下來的復活節假 有很多人又會出外 甚至乎這些菲傭回到菲律賓的時候 怕他們打不切針 就叫他們不要放假了 你們遲些才放假 免得這麼多傳染回來 這個問題是否真的 這麼嚴重 這麼恐慌 醫生 我好久以前都說 恐慌是出著什麼 是出著無知 無助 沙士期間為什麼香港這麼恐慌 當時都不知道沙士是一回什麼事 也都不懂得醫 所以無知無助之下 就發生恐慌了 要標準這些恐慌 就將真正的真相給大家了解 明白其實那個麻疹是一個很普通的病 不足以然後要這麼大的反應 但是最有趣的問題 很多人在報紙上看到 那些人就想著 哎呀死了 那怎樣去預防呢 個個都想著去打針 打麻疹針 麻疹疫苗針 搞到那些 因為海鮮價 一針就升到1800元 有些地方就六百多元一針 那最緊要 要大家了解到 政府呢 其實現在全世界已經推得很緊的了 差不多是強迫那些人去打針的 雖然呢 全世界沒有什麼 不是很多國家 是很少地方 是政府呢 是有立例呢 是逼那些市民去打針 是沒有的 記住是沒有的 大部分地方都是沒有的 百分之九十九個地方都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呢 政府是沒有權呢 是逼人民呢 是吃藥的 是吃某種西藥的 那其實打針呢 在某個情況上呢 就是吃西藥 那政府是沒有權呢 是要立例呢 是逼某些人呢 是吃西藥的 那雖然呢 有些傳染性的病呢 就是很多地方有這樣的法例 那因為他們不知道呢 是否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呢 是不會有副作用的方法的 那最緊要呢 就是疫苗的問題了 疫苗麻疹的疫苗 不要說整體疫苗 只是說麻疹疫苗呢 其實麻疹呢 時不時都會發作的 有時候那些春季那裡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呢 每兩三年都很容易發作出來的 但是呢 每次發作呢 那些人呢 就叫人去打針打針 好了 其實呢 香港的三十宗裡面呢 我相信大部分是打針的了 哈哈 你會看到呢 很有趣的 他們報道呢 就說呢 我們三十宗裡面 好像有七宗 七八個人呢 是沒有打針的 其他人就不知道 這樣 其實他不知道呢 其實是打了針的 不過不好意思說出來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是不是 那些人 香港的小朋友 就是香港現在的一代呢 基本上呢 小時候呢 都被人打了的了 嗯 雖然不是法律要求打下 但是一般人呢 以為呢 是一定要打的 好了 那其實各人都打了針的了 那這些這樣的麻疹呢 一樣呢 是時不時會爆發的 嗯 那最有趣的一件事呢 在外國都遇過這些問題 亦都很多的 有些數據 就發現呢 原來呢 很多時候呢 打了針的人呢 是中招的機會呢 是比不打針更加高 是的 那所以呢 根本所有的疫苗方面呢 兒童的疫苗注射呢 是從來沒有科學證實過 它有效的 那我們經常都以為呢 以前這些病很多的嘛 嗯 以前都以為死在 這些生分者的傳染病啊 是很多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接著呢 我們就開始有大批打針了 那這些病呢 就慢慢慢慢 一直這樣少了 死亡就少了 很少人呢 去真真正正去研究這個數據的 嗯 那如果你研究 將這個數據一路推推推推 推回以前呢 譬如一百年那樣 是 你會發現呢 很多這些大部分的傳染病呢 根本呢 就是 自己是 死亡率一直這樣 降得很厲害的 嗯 沒有打針已經降近了 是 降得很多很快的 差不多降到成 十分之一 你看看那個測試呢 那我們才開始打針的 好了 如果你看到這些數據呢 如果打針的有效呢 它下跌率呢 應該快一點的 嗯 發現呢 是完全一樣的慢慢的 好像以前過去九十年一樣 一樣的慢慢慢慢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經常以為呢 我們因為現在的 因為打針 令到過去的傳染病呢 是受了控制 或者減了 或者消失呢 其實不是這個原因來的 真正的令到傳染病消失呢 是我們現時的公共衛生設施 那個居住環境 食物充足 營養足足 是導致很多這些病呢 是慢慢慢慢 死亡 是慢慢下降 就不是呢 就因為呢 是打針 導致這些病的 所以這個資料呢 其實呢 很多書籍的了 但是很可惜呢 現在最近有個趨勢呢 是全世界趨勢的 已經在這裡打壓呢 是關於一些 講疫苗 質疑疫苗的問題 那些 那些 那些話語 那些聲音 那些討論 譬如好像Facebook 已經開始 已經在審查中了 是 那很多些 譬如聽說Amazon的書籍 你想買那些 關於疫苗的問題的書呢 它是不太容易彈出來的 OK 所以很多情況之下 那個問題就很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不可以 大家拿出來 大家去討論呢 是不是 你很害怕 你不敢討論 為什麼你不敢討論呢 因為你理貴 簡單來說 是不是很簡單 如果有一些 很多這方面的專家 日本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關於那個 流感針那些 那些 那些全都是專家的專家 是疫苗的專家 都寫書 叫你不要打的 香港當然很少這些人 香港很少這些人 在這裡 那好啦 其實不要說日本 是外國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資料是很豐富 講的那些人不是普通人 包括Robert Mandelson 他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疑科教授 是得獎的疑科教授 他不是只是一個疑科醫生 他是一個疑科的教授 以及獲獎的 他在他本書 有好幾本書 其中一本叫做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那這本書 在我六創二 一直都有買了 十年來我們還有的 還沒斷版的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 想聽多些權威的人 真正權威的人 其實這些書值得很多很多的 OK 那很可惜 整個世界的大風氣 都是藥廠霸道 藥廠話大事 所以他一味就是推揚這樣 那當然了 香港的政府的機構 有關機構 都是有一種錯覺的 他們覺得很需要 很需要支持藥廠的藥 因為如果你不賣藥 他是沒有錢做研究 所以將來的問題 是沒有經費做研究 所以我一定要光顧他 幫他買他的疫苗 那些大批大批入 有數據 有下令 一個限下來 那些醫管局 很多下面的人 就會去推 一區區去推 但最可惜 最大的問題 打針 整體來說 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OK 疾病的消失 不是因為打針 是我們整體的公共衛生設施 營養提高了 好像麻疹來說 其實大部分的傳染病都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人是免疫力低 營養狀態低 他中了一招之後 很多後遺症會容易出現 在澳洲 有一本書 叫做每 每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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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書的作者 是一位西伊 他在澳洲西伊 他當時是政府的醫務人員 他在澳洲監察打針的情況 在土著的地方 結果他發現 在當時政府推揚的打針之下 那些土著的小孩 打針的裡面 是兩個死一個 兩個死一個 打針之後 他開始覺得 很快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結果他就研究了之後 發現原來 那些土著的食物仔 營養不良 在營養不良之下 你再打這些這麼毒的針 他身體的免疫能力 是被徹底破壞 因此會死亡 因為他始終工作要推行這些針 他又不見到院長 打針只有兩個死一個 當然是不能再做下去 結果他發現了一個解決方法 他就把那些小孩 還沒打針之前 讓他們吃大量維他命C 先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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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簡單的營養素呢 其實在外國這方面的資料很多 維他命A 維他命A是對呼吸系統的 紅蘿蔔蘿蔔素那些 那些 親少許維他命A軟 有多貴呢 這個是一個可以這樣說 可以有些預防的作用 OK 好了 那到底整個麻疹是一回什麼事呢 那我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紹一些資料 關於麻疹的資料 那我家有很多這方面的書籍 尤其是很多同學療法的書籍 那我今次這個資料 就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叫做 Dr. Rao Dr. Rao Dr. Sigmund Rao R-A-U-E C. Sigmund Rao R-A-U-E 他是什麼人呢 他早年呢 是一位同類療法醫學院裡面的 那個那個兒科的教授來的 OK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在早年呢 美國呢 是有很多同類療法醫學院的 其中一間呢 叫做哈尼曼醫學院 哈尼曼呢 是什麼呢 是同類療法的始創人的名字 是 所以這間醫學院是以他為名的 很明顯呢 早年呢 這間醫學院呢 是同類療法醫學院來的 在菲律德爾菲 在菲律城那裡的 嗯 但是呢 這間醫學院呢 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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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可惜呢 他們已經不再教同類療法了 即是已經被那些藥廠呢 已經取代了 將那些有關治療的那些工具啊 同類療法的那些醫療工具呢 全部都關掉了 那所以呢 今時今日呢 你就未必 你應該學不到的了 可能呢 因為這間學校的傳統 是同類療法醫院的傳統 同類療法醫學院啊 還有一個始創人啊 以非文明 是 我相信呢 那些學生呢 都會有一點點 可能有些簡單的簡介堂啦 是吧 知道有同類療法存在啦 但據我所知呢 是真真正正的 他們已經沒有再真真正正的教導了 但這本書的作者呢 當然是祖賢 在當時的哈尼曼那個醫學院 菲城的醫學院呢 他是一位佐渡症的兒科教授來的 那這本書 我以下的資料呢 其實我就是有這本書 和大家分享的 是 好了 好了 那呢 很明顯 麻疹 英文叫做Miso 也叫Robiola 是一個呢 差不多呢 是兒童傳染病裡面呢 即急性的病裡面呢 是最常見的 差不多呢 是沒有什麼人呢 在一生裡面呢 是 即是接觸不到他 即是 跌不到這件事的 OK 那 如果當 一個小孩子呢 如果他接觸到這些麻疹的病毒呢 通常他都會出現病症 即是說他高度傳染力的 嗯 這個麻疹是高度傳染力的 那通常呢 就是一些 那些季節呢 是容易有雙風的季節 雙風感冒季節 比如在春天的時候 OK 通常是比較嚴重的 那你看看今時今日呢 現在也是這樣 在正春天這樣 但是呢 當如果你患了這個 即是得了麻疹呢 即是得了麻疹呢 你一生就免疫的了 OK 那一般的潛伏期呢 是大概呢 十天到兩個星期 即是一般來說 即是一般來說 在那個 即是高度傳染的那個時間呢 通常呢 就在那個 在那個 那個雙風感冒的症狀 和發燒的症狀 即是當時是最高的 OK 那當然呢 他就很快呢 就是 我們出了診之後呢 我們跟著呢 那個 就慢慢慢慢跌 跌得很快的了 那通常呢 是三個星期之後呢 他基本上呢 就已經是 不再有傳染的 那個問題了 那通常呢 是怎樣傳染呢 通常是親密的接觸的 OK 很少呢 就經過第三個人 做中間的中介 很少的 或者接觸到某種物質 很少這些 通常是一個 很近距離的接觸的 那因為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病毒呢 通常在空氣裡面 是很快會消失的 在養份 空氣 在太陽之下 那 那 但是呢 比較那個 那個 星紅二 和白喉 所以這個是比較 就是 更容易傳染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你會見到 是一個很大型的 的那個 就是那個 麻疹 那個 直症爆發的 因為它容易很多的 好了 那到底它有些什麼 的症狀呢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分的症狀 分到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呢 我們就叫做前驅期 就是prodromo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發診期 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脫消期 就是脫皮 那是三個階段的 那麼第一階段呢 通常呢 就會看到呢 主要有消 還有雙風的那些 流鼻體 那些感冒的症狀 是慢慢來的 那麼呢 就 很多時候呢 就好像雙風 然後呢 就眼裡有少少 那些發紅 就是那些 紅眼的那些症狀 微思慶管 紅 還有是流眼淚的 那麼同時呢 就會尖寒 還有頭痛 這個是 早期就是這些 眼睛红红,有流鼻涕,伤风那些卡他,我们叫做的症状是一般的 然后又怕冻,还有头痛的 这些伤风的卡他那种症状,慢慢就去到咽喉和气管 慢慢出现所谓那种点形的咳,没有声音的沙咳 到第三天左右,你会看到有些小小粒粒,好像差不多扁豆那样的红点 是出现我们口腔,就是我们那个上额,软的顶那里 也很多时候在24小时,在你的身体的皮肤诊未出现24小时就已经出现了 即是口腔这些这样的红疹,通常在皮肤诊未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其中有一个疹,我们叫做coblix sign,就是这位医生出现的 他通常可能是更早一点的,如果你看到口腔的coblix sign 这个红疹,这个差不多是麻疹的诊断的主要标志 OK,好了,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病人的口,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一个强光的照,你会看到口腔附近,就应该是红了 虽然呢,还有很多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些红点,未必一定看到 但你起码呢,口腔红了先,会看到那些红点 通常呢,是一点点,一个很红的,但中间那里呢,就比较白点的 如果你的太阳光照呢,你会看到中间那点呢,是白白蓝蓝的 但是呢,围住它,就是红色的,那这个就叫做coblix sign 这位医生呢,是很久很久以前呢,就是作了这方面的介绍的 多谢袁先生,帮我们介绍了麻疹那个的,就是分开几段时间 几个阶段的那些症状,那些那些,那这些时间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就是,麻疹的同类疗法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一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这里这里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麻疹的同类疗法 是的,袁医生,上一支呢,你就介绍过麻疹初期的时候第一阶段 就有一些流鼻水啊,发烂发烟啊,头痛啊,口腔有一些红点啊,一些东西 那接着如果再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那通常呢,四日五日之后呢,就开始出现第二个阶段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开始有些疹呢,就开始爆出来 它就叫发震,叫Eruption,就是那个爆疹期了 那通常呢,在那个面部开始的,大部分的面部开始的 那同时呢,它就开始那个烧就会增加的,OK 那它慢慢呢,由那个面呢,就开始呢,就去到 蔓延到其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了 那通常呢,这些诊呢,在两三日左右呢,就应该出现的 那但当然呢,有时候呢,这些这样的,这些这样的散播呢 有时候呢,就未必是很,很有规则的,有时候会停下 那也都同时呢,有机会呢,就开始有些脱皮 那头一路出诊,脱皮,但其他地方呢,就慢慢地 这些诊还是继续出的,OK 那么,那这个通常呢,这个表面的那种 这种,这样的红疹呢,通常有一个表面的那些,即是有肥炎 与那个,与那个 birthdays,那我们那些 那些,那些与那个鳖子的地方呢,就有很多 那些、那些肥肤的地方呢,就有很多 有很多细胞是入侵了啊 那跟着呢,就我们那个表皮的那些线体呢 还有一些轻辯的那些微输润,那有时都呢 那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呢,皮肤呢,一种水肿呢 那这个呢,很容易呢,我们在这个中心的 那这个呢,就是在那个面部,可以看到的 这种感都是因为同时 这些这样的疹 通常就好像很多粒的圆滚滚的 还有好像扁度的红点 小小星的幽疹 有个幽就是有小小凸出来 就不是完半平晒的 中间是有一个点的 当然如果数量越多 它可能集在一起 就成为一块块的斑块 也可能成为整个大的地方 都好像这样的 这些冲血也会导致表皮的流血 在这种叫做斑点的 或者叫做黑色的麻疹 其实是有些语点出现了 在这些情况开始就有些 因为那些微丝血管的出血 就开始有些变暗色黑色的了 当然这个不是代表你那个麻疹是严重的 不是的 它只不过其中一种表达的方法 不要让你看到那些黑点 有些微丝血管的爆裂 等于是严重了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跟普通的正常那些 都是一样的会过的 好了 那很多时候呢 在我们 就是我心里有很多出产的病 对不对 除了麻疹 有德国麻疹 有那个星红热 虽然已经没什么了 有那些水痘 就是有很多可能因为 有些诊可能因为吃了西药 硫黄药之类之类 有时候呢 有些药物的阔重 其实呢 我们都要开始 一辨证的 到底我们怎样知道 这个是不是麻疹呢 或是星红热呢 原来很久之前呢 这些临床的方法 以前的医生是有的 今时今日呢 全部就没有了 全部是发现发现发现的 这样 他说呢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怎样知道 你可以用手指按的 如果你按下去之后呢 当然那块血红的地方 会消失 由中间向四肢 会回来的 就是你按下去 那就是白了 那你放了手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那些红色红点红色呢 是由中间开始 红了 跟着向四肢的 那这个就是麻疹的 但是在星红热呢 如果你按下去呢 那些红色的颜色呢 是由四周回到中间的 那这个呢 当时一个医生就说 你知道呢 到底这个是麻疹呢 所以星红热呢 就用这个手法了 那当然一个 冲血的位置关系呢 是导致这个 这个这样的 的原状的 OK 那 那 在星红热里面呢 有时呢 你会看到一些 整体性的 就是冲血啦 或者看到 小小粒粒粒的 那些粒粒粒 就是好像 蜜粒子那些粒粒的 那些 那些红斑呢 就回到 那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大家是有 就是 症状的表达呢 是有 是有些不同的 那当然呢 最重要呢 麻疹呢 就是这个 Coclix Sport 口腔里面呢 通常在大牙隔里那里呢 那些 那些粒粒呢 你会看到这些 很典型的麻疹那些 那些红斑来的 叫Coclix Sport 好了 那有一次小朋友 有年轻的小朋友呢 有时都会出现那些 净乱下啦 有时当他出诊的时候 都可能会出现的啦 那这些 这样的伤风的症状呢 去到最后呢 亦都有时候呢 他会出现到什么呢 他会形成那些 痴气管的肺炎啦 或者是会有肚射的 那这个呢 通常呢 就是在一个 在麻疹的 病患里面呢 有时候会看到这种东西的 好了 那这些这样的 伤风性的 的炎症呢 会影响 我们那个 那个结膜啦 眼那里 所以有红眼睛的出现啦 鼻歌啦 喉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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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气管啦 还有脂气管呢 都很多时候呢 是会被麻疹 去侵犯得到的 那这些都一直要留意的 那好了 那也有一个趋势呢 就是会 这个过程呢 就会由我们脂气管呢 就去到我们脂气管 小的脂气管 去到我们的肺腔的 那这个就比较危险的啦 因为这个情况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那个肺炎啦 那所以呢 它通常呢 现在它害怕的呢 通常呢 就是如果是万一 它变成肺炎 或者处理得不好之下啦 变成肺炎啦 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 那些 complication 就是那些 那些 后遗症 对啦 后遗症也好 就是它有些complication 会有这些这样的 那当然啦 那这些的情况呢 在那个青红叶比较多些 那个麻酸呢 是不是那么多的 好了 还有我们那个食度里面 我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我叫做 铐他这些 这样的 的炎症呢 也都会可能呢 走入我们那个食度的 那当然啦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会怎么样呢 会没有胃口啦 会吐啦 还有呢 我腻胎很厚啦 有时候呢 那边那边呢 你看到很多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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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通常呢 如果这个问题 出现了之后呢 通常呢 会一直呢 一直会持续 那都可以完全康复为止的 好了 那到第四日之后呢 那些疹症呢 就开始慢慢是减退了 那通常呢 在 初初来的地方 就先走的 啊 那面那里呢 那面它 它会先走的 那还有呢 在 很多大部分的 的情况呢 它可能是 在二十四小时里面 这些疹症呢 就已经慢慢变淡了 啊 那很快呢 是完全是消失在身上的 好了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见到呢 这些这样的疹症呢 就开始就脱皮蝎了 OK 慢慢地脱皮蝎 慢慢要要要要要要 要脱皮 退出来的 那这些皮蝎呢 通常呢 在一个礼拜左右呢 啊 就会 就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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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了 啊 那 那 发诊期呢 那在一个 如果发诊期 出现得很久呢 有时候呢 它可以呢 可能出血了 就是所谓的那些微丝血了 就是变成黑色的麻疹啦 那通常呢 你会变成深红色啦 慢慢变成深色啦 是乳色的那样啦 慢慢地慢慢地呢 才消失 那当然呢 我们身体的那些血的色素呢 慢慢地要被吸收回的 那 还有呢 这些这样的发诊期呢 就可能呢 就是 突然之间没有了的 突然之间没有了 但是这个未必是很好的 如果突然之间没有了呢 是可能出现呢 是 转入身体 尽量一个叫做 没有活力的状态呢 以及是心脏会有 心脏衰竭的 嗯 那就是 就是你看到啦 我们经常感慨在自己又觉得呢 如果我们身体的东西 在皮肤爆出来呢 就是代表呢 它的毒素呢 是爆了出来的 是 如果突然之间呢 它没有这个阶段呢 其实呢 那个病胃呢 可能是心化了的 是 进入了那个心脏的 那种一种呢 是那些麻疹的那些 那些气味 OK 那通常呢 在那个 在那个 发烧的高峰的时候 还有呢 在那个伤峰的阶段呢 可能会出现到的 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的了 那么 大部分的情况呢 那个 那个 那个体温呢 都不是说很高的 那但是呢 在那个发疹期呢 它就会突然之间飙飙高 啊 就是你先先初初有些 有些伤风感冒症状啦 跟着它就慢慢跌一跌 那第二次呢 当发疹出现的时候呢 它就突然之间飙高 那可能呢 会击到104度 华视 短期的 那 通常呢 大部分这些情况呢 就是在 初初的 102.5度 慢慢会升 那跟着呢 它就慢慢地呢 就会慢慢真的跌了 第四第五日呢 开始跌了 那 那 当你出产的时候 那它就会跌了 那在这个情况呢 它呢 可能 就是 高峰的时候呢 可能会去到104度 或者最高的 OK 那 通常呢 它就会跌了 除非下 有些 有些 複杂性的问题啦 譬如那个 智器管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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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出现的啦 OK 好了 那所以我们要 通常我们要留意呢 通常都是要 这里啦 就是 不要有些 不要有些 所谓后遗症 那些 複杂了的问题啦 那 譬如那个 智器管的 肺炎啦 三分仔 三岁 三分仔 这个比较容易多些的 是智器管性的肺炎啦 亦都有一种叫做大叶的肺炎啦 或者 或者胸膜的肺炎啦 亦都有一些是那个 那个肺呢 肺是就是出现 浓肿啦 那也都有一些 是膜性的 的咳咳啦 那些八日咳啦 那也都可能呢 喉咙是很腐难臭啦 那也都是呢 口腔坏椎 臭臭的 那 有些是那个 那个结腸炎啦 小腸 那个大腸 小腸的肺炎啦 还有结膜炎啦 眼睛啦 还有角膜炎啦 还有中眼炎啦 这些呢 都是呢 在那个 麻疹里面的出现 那些 可以叫做那些 complication 要处理的 OK 好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比较要留意的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在这种患病期间呢 有很多些人呢 是有些 过去 譬如有些 肺炉的 就是 已经隐性肺炉 或者肺炉呢 就是已经潜伏了在这里 但是没有爆发出来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有这个阶段呢 是会乘机爆发出来的 那所以这些呢 作为一个 一个 医生呢 我一定是要全面了解 发生些 发生些什么事的 那我在血果方面呢 就不是很多东西看到的 有时候有某个程度 少少的那些贫血啦 也有时候呢 那个白血球呢 会 会 会增加啦 因为炎症啦 是不是 但是也有时候呢 白血球呢 反而会减少的 那通常呢 尿那方面呢 都没什么看到的啦 尿蛋白都很少 那现在有一种呢 有一种呢 有一种的尿呢 就可能有一种叫做 Diazo reaction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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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现里面 一种方法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基本上呢 你不会觉得有很多 很大不了的问题的 好啊 那你刚刚又麻烦一下 二医生呢 帮我们继续呢 就是解释了 那个麻疹的 一个进度的时候呢 还有如果真的说呢 是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呢 其实其实引起 很多严重的病啊 一些东西出来的喔 那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继续今天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麻疹的同类疗法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 热言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麻疹的同类疗法 袁医生上两支 你就帮我们解释了麻疹的初期的病发 后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还有如果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引起很多严重的病发症 所以有时候那些人就令到他们很担心 很人心惶惶的 如果在自然疗法里面 我们一发现到有麻疹的时候 我们在家居上面 可以做定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通常就 身份儿子就上床睡觉休息 房间就空气要保持通畅 房间就稍微暗一点 因为记不记得 麻疹其中的症狀呢 眼睛很炮光的 是 好了 房间的温度呢 是保持大概65度 华视左右 那房间就不需要黑曬的 总之不要有大直接的光的灯 是残到它就够了 那那个病者呢 睡在床 直到所有那些疹都消失了 有时都是五六日左右就可以了 OK 就是开始到后五六日左右 那它就可以起床 嗯 就是不用整天睡在那里了 那当然了 我们都说 有时候呢 它会开始脱脱的皮舌 是 有些好像米糠性的皮舌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它呢 就可以擦些橄榄油 OK 接着呢 就用暖水呢 用一些橄榄 橄榄 就是漂亮的那些castell soap 这个很久的历史了 嗯 那就是帮它来呢 用一些暖水呢 就是帮它抹掉那些 那些脱脱的水皮 那通常呢 这些可能呢 就是在发烧了之后呢 可以每晚呢 都可以帮它做这些这样的清洗的 那 那当然呢 如果在发烧期间呢 其实呢 我都可以呢 用温水呢 或者暖的水呢 是帮我身体抹身的 那如果眼睛出现那个 结膜炎呢 红眼睛呢 那我们可以呢 是用些 那个 它当时也用些彭酸水 那我们现在当然呢 我们会建议用什么呢 是那个胶性银 是吧 因为胶性银对于病毒死度 很有效的 嗯 好了 如果万一呢 发烧期间呢 是迟迟出不来的 OK 那我们可能呢 就要用些暖的水呢 来帮它 来帮它 来帮它发出来的 那 那 或者有时候呢 它出不了呢 可能心臟开始受影响的 那我们就建议用些呢 是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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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呢 那些 它呢 它呢 是可以发到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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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小心,因为它很容易肚射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可能会严重出现的肾炎 但是在康复里面,营养要保持好的营养 吃多些鸡蛋,新鲜的蔬菜,甚至乎羊扒这类都无所谓 还有一个要避免肺炉的可能性,吃鸿鱼干油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很流行的 通常,生育都是在家里,一个星期内一定要不要出街 到第三个星期,它就可以出街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传染力了 所以可以生肺炎去玩 通常三个星期左右,应该完全没有传染的风险 这些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到 但是在你临床上,同类疗法,同类疗剂 我们可以有什么疗剂可以帮助呢? 我这次也详细地讲解 如果遇到不同症状,可以用什么疗剂呢? 这些肯定是当时同类疗法医院里面用的工具 第一,有些我们听众想过同类疗法课程的学生 可能一听就容易入脑,容易明白了 第一个疗剂要考虑就是乌头 Econite Econite是对于所有早期的麻疹症状都適用的 可能如果用得及时,可能整个麻疹的病可以受到控制了 可以这么说,只用这个疗剂,整个过程里面是不需要用其他的 很简单,用药时间用得对,用得好 它就将整个病情减轻很多 当然,如果有时小孩的疗剂比较高 还有有点神温尖语的情绪,有点紧张的症状 我们很多时候就用什么?用癫茄,Beladonna 癫茄是对小孩的特别高烧,眼光灵灵的特别有效 第二个疗剂就是黄蜂 当你发现皮肤开始有点水肿 面部方面有水肿 有时你看喉咙,看到喉咙的钉也有点水肿 甚至有些脑炎的症状,可能尖叫 这些是我们叫做脑炎的叫声 我用黄蜂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伸辣 当我们出现那个症状,是个人是 即是个人是对了,没了力的时候 个人就很累很累,疹都爆不出 个人很焦虑,很烦躁不安 甚至乎是肺炎出现,这个就是新疗剂应用的时间 还有一个白射根,白射根 白射根通常是用在伤风期症状出现的时候 是初期的,那时候你会看到气管 可能由伤风期症状慢慢想发展到气管 甚至乎是肺炎的问题 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程度 看到它的疹是好像拗住拗住出不到的 即是在时间上应该出到来,它都没出到的了 那通常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症状 就包括肝的,和很痛的肝咳 即是痛到胸口都痛了,很累了 有点滋疹,没有胃口,和是很口渴的 口渴是喝大量的水的,不是少少水 不是摘下摘下摘下,是大量的水 和是干到有便秘的 那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会是 如何情况是用那个白射根呢? 发现它应该出诊,但眼睛是不爆 眼睛是不爆 那就用白射根,用它爆出来 让它可以顺序地经过这个康复的过程 好了,另一个疗剂就是僵脑 当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 面子开始变成青,皮肤开始变成冻 皮肤开始变成藍藍紫紫的感觉 那个人疏得很厉害,整个人好像僵紧了 这个情况是用脏脑,很冷很冷 个人僵硬了,静变成青 这个就是Canfora的脏脑 另一个就是咖啡 咖啡,咖啡通常应用一些,有些麻疹有些咳 咳咳就是又干干短短的,很密很密的 OK? 那那个细粉仔也都觉得很紧张 和细粉仔的体质比较黏细的小朋友 那咖啡就可以这个时候应用了 另外一个就是小米草,要Phrasier 那当你发现眼睛有很多分泌物出现了 又红,又不咳的 同时鼻胯也是流鼻水,但是不咳的 但眼睛是红的,是咳的,红的 鼻胯流鼻水是不咳的,这个就是小米草 但是如果你发现眼睛相反,即是说呢 鼻胯是咳的,就是红了,怎么咳的 就是流鼻上唇的,红泡泡 那眼睛是不咳的,就用什么呢? 就是洋葱,洋葱和小米草正常有不同的地方 接着就是黄素氢,Josemium 好了,那发现你用到一个烏头 好,好,好,很多疏风的症状出现 接着人呢,发现他温温吞吞吞吞吞的 很吞吞的,又有烧,还有呢 没有,不口渴了 就说明了,他人头哒哒,眼睒哒 温温吞吞,不口渴的,OK? 还有呢,当你那些诊呢 开始变得有少少青铜色,即不是那么红的时候呢 加上的头呢,头脑很温温吞吞吞,重重,眼睒睒 这个就是黄素氢的疗剂的阵型 好了,另外一个呢,叫做宠洛酸甲,Caribichromicum 这个呢,当时呢,如果你发现呢 你那个麻疹呢,是有一些很深层,很大声的咳 还有呢,你咳出来的那些痰液呢,是调壮的,黄黄的 嗯,还有呢,那个眼睫膜呢,是很红的,OK? 甚至去到由睫膜变到角膜,甚至是潰烂 其实眼角呢,眼角的角膜是潰烂,是奥射的呢 那也有呢,耳朵有一种刺的痛,直接由耳朵走入头和颈的 吐射,搞痛,而吐射,即是女急后后重 想拔也拔不到,但拔身是很吐射,还有呢,口鼾是潰烂的 那这个呢,通常呢,是很用得着的,OK? 这个是很用得着的,那,好了 接着呢,就是南美蛇毒这个疗剂 那通常呢,当你那个疹是变成青,即是铁青腥的 那个面呢,差不多是暗暗黑黑,OK? 然后那个腺胎呢,即是深啤色的腺胎 牙齿呢,很多污垢在这里 还有呢,那条腿呢,是伸不到的 这个就是南美蛇毒的症状来的 接着呢,就是水银,拱了 水银呢,通常呢,是当你的腸道胃肠的症状特别强 那个腿胎呢,都是很厚,看到牙齿印,还有呢,口气很重 那颗那些,那些,那些,那些有很多散的区别 那些有很多散的,那些有很多坏的症状 加上又有女,即是样子弊内重,套下来,也套不到 那还有呢,这个那个支气管源 那它也,就是那些有些,就是有些很松散的 好像废犬肺式的咳,而吸不到东西出来的 那出个汗呢,也是臭臭的,那一类的,这一类的,这类的,这类的,这类的 都是最常用的,如果大家捉得早就先用烏头 如果持烏头,还是继续下去,通常白头用是最常用的尿剂 通常要早点用,通常在咳和伤风的症状开始清,持续在 好像不清痰,鼻涕不清的时候,就是用白头翁 即是早期的阶段,即是伤风阶段 接着就用Hepersol,就是丐流化甲,是另一种 还有一个就是白泥露,Variation Variety 通常在发烧期间,尤其是肺冲血开始来 发现肺冲血痕出现,甚至在未出生之前有抽筋的现象 这个就是白泥露,Variation Variety 还有就是丁剂之前,丁剂通常是早期用的,比乌头少些 但是丁剂通常是烧膏,眼睛光亮,有水汪汪的眼睛 小朋友有些神智不清,神纷尖语这种感觉 乌头的整态是很害怕的,很害怕青,好像快死,这是乌头的 白头翁,那个颠奇是个人的温温顿顿那种感觉 接着就是植物碳,carbovetch 植物碳通常是麻疹之后,整天很沙声,就是整天都脱不到的 好,那就用植物碳 接着就是另外一种叫做无尖苔,Gjosella Gjosella是典型的那些严重的白亚咳 如果你看见白亚咳的症状,咳得痰流出来 甚至乎那些吐的痰也是臭臭的,很严重的咳的症状 Hipersoul,就是与钙流化甲和海绵 通常,如果你的咳,由普通咳变成白亚咳 我就想到这个了 好了,如果你发现肺炎,肢气管炎是很严重的 那就用什么呢?用硫黄和酒石酸碳 这个很明显已经演变成肺炎的肺炎 最后介绍就是硫黄 硫黄通常是早期,那些疹上出又不能出 也有一些咳,慢性的咳,有少少肚射等等 耳朵可能有少少影响,因为谈湿关系 可以用于硫黄,硫黄是帮你爆肺炎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同类疗法应用在麻疹的治疗 很明显,是要视乎麻疹的不同的情况之下 就是可以应用的 麻烦了袁医生,一口气介绍了二十多者的一个疗剂 这些应该是当时在同类疗法医院里面 临床上得出来的结论 但是在同类疗法上有没有预防的疗剂呢? 很多人都觉得要中招才去医 当然可以,大部分的都是很轻微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最重要是处理得好 但是有没有人可以用一种预防呢? 譬如你遇到的症状,通常同类疗法会这样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疫症爆发 处理过很多宗,很多单的症案例 就知道主要用哪一种疗剂 那就会用那个疗剂 很多人有的,大部分医生都用了某种疗剂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疗剂当作乳房 就是你都可以吃的,未有病你都可以吃的 在我们同类疗法的医疗字典里面 记住有几只,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烏剂,有些人吃烏剂 有些天气冻的时候就吃烏剂了 可能一天吃一次,或者白头翁 因为白头翁和烏剂是最常用得着的 还有一个就是Morbilinum Morbilinum是什么呢? 就是麻疹病毒制造成一个疗剂 好像疫苗那样注射 但是很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将那个病毒基过数以万次数以亿次的稀释 当然成为一个疗剂,其实是里面没有任何的成分 疫苗不是这么简单 疫苗有时候是用那个活生生的病毒来制过的 所以加上很多化学东西,水银,防护剂 其实有很多毒物剂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有问题出现 同类疗法的Morbilinum 其实就是用麻疹病毒制成一个疗剂 所以记住,但是你不用怕 因为这个疗剂是没有成分的 是一种能量的方法 就是在过去,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用这些 肯定很便宜的,不用几千多元 是很便宜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这方面探讨多些 遇到什么病也好 其实不用怕的 怕是因为你速手无策,不懂得医 没有什么把握 其实很多这些 慎文仔的童疗病 是不应该是硬去预防的 现在你要看到 慎文仔的儿童病 如果你慎文仔的时候感染了 其实通常都很简单,很容易处理的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就用打针的方法 有理无理之下 其实将这些病的发生率 是强行退迟了 反而到你大了的时候 出这些童年病 那些病发症是多很多 就复杂很多 OK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跟我们分享了 处理麻疹那个 大家了解了之后 其实就不用担心了 最重要是保持自己的健康 以及找到适当的医疗方法 不是单一个方法 就可以帮到手 以及保持身心的开心 健康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很感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上回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